在中国当代演员行业里,长得丑的有很多,但是长得丑的还能一炮而红的确实不多,如果这样的话,那绝对是实力的强大。 有很多这样的代表,比如说王宝强,王伯都是代表,可是现在的出名演员,哪一个不想转行当导演的?比如邓超,王宝强,王伯,小史杨竟然也来凑热闹了,但是在导演界有一个个子最爱,长得特丑,而且在演艺圈混得比较好,那也只有巨星帽子,提起他的名字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,没有几个人记得他,但是提起他主演的电视剧,大家脑海里一下子就能想到他。 曾经出演过著名电视连续剧《铁梨花》《红娘子》,见在弦上这些经典的电视剧都是他的杰作,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戏骨,他曾经是一名演员,可现在却转行当起了导演,曾经的他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过,学过特殊的表演方面的知识,再加上这么多年拍摄电影电视剧的经验,转行当导演也是非常轻松的,提起他的名字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,没有几个人记得他,但是提起他主演, 在弦上这些经典的电视剧,大家脑海里一下子就能想到他,曾经出演过著名电视连续剧《铁梨花》《红娘子》,见在弦上这些经典的电视剧都是他的杰作,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戏骨,他曾经是一名演员,可现在却转行当起了导演,曾经的他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过,学过特殊的表演方面的知识,再加上这么多年拍摄电影电视剧的经验, 转行当导演也是非常轻松的,巨星帽在演艺圈混得可谓是风生水起,人缘特别的好,而且最重要的是非常有才华,著名电视连续剧《打搞混》,就是他导演的一部非常出名的电视剧,就是这部电视剧, 他还获得了上海白玉兰的最佳导演奖,后来他赚了很多钱,就开始投资做生意,大家可能想,他长得这么丑,妻子也应该不怎么样,那你们就想错了,他的妻子可谓是白富美,非常漂亮,两个人自从结婚以后,生活非常幸福,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,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,可能是不祥,巨星帽的生活也是非常低调的,自从做了导演的他,大家对他的评价很高, 但是赚钱之后,他还是非常低调,别人都以为他会开一辆上百万的豪车,可是当大家看见他的车,是有了不一样的人生感悟。